四川鵝眉山 話說四川鵝眉山 是屬中有名的一個聖地 以前的人說西屬山水多奇 而鵝眉又聖 其實是真的 西屬山上的寺廟 不下幾百 鵝眉山後山風景更優奇 自古以來深山大宅 多生龍石 森林幽谷 大多數都是虎豹豹狼的妻生之所 游覽後山的人 往往一去不返 所以就有很多揣測了 有些說是被虎豹妖魔吃了 有些說被仙佛超渡 各種說法都不知哪樣是 人始終都是血肉之軀 多數都是很細膽的 因為前居可鑑 游覽後山的人都不敢去 便宜了那些 在後山靜養的高人歧視 少了很多打擾 享受清福 這裏就暫且不說了 四川自從經歷明末 張獻宗之亂十失九空 幾百里路都沒有人的 將這個天府之國 鬧得陰風慘慘 本清入關之後 姜利就請將近村各省 例如兩湖江西陞西的人移入四川 再加上四川地大墨風 各樣都有 已去的人大多數都落不思故土 這樣便慢慢恢復了 人嫌囚密的景象 在康熙職位的第二年 由無瑕沿著江流而上 有一隻小舟 除了傳呼之外 小舟裡只有兩父女 背著一堅行李 另外有一個行李很重的 好像裡面裝著鐵器一樣 那個老伯已經年近半百了 頭髮都黑了 抬頭望著人 眼光四射 整面皺紋 一看就知道是一個 飽經憂患的老人 那個女孩十二三歲 好靚 靠在老伯的旁邊 細聲地指點煙藍 問長問短 顯露出一片天真和如霧 這個時候 已經霧煙四起 冥色瘋亡 由山角的一邊 掛出了一盆明月 清光四射 鑑人瞑 那位老伯忽然之間大聲說 那坑 故國回首 月明中 這樣的江山 幾時 才可以回去了 炎夏淒涼 老慧縱環 那個女孩說 爹 你又在這兒傷感了 天下事都整定的 在這兒悲傷也沒用的 爹保重身體要緊啊 講緊的時候 那個船家過來 很晚,天不早了 前面就是出名的烏鸦嘴 那裡有村鎮 我們靠岸休息 上岸買點酒飯 老伯就說 好,你儘管去吧 我今天有點累 上岸了 船家說完的時候 已經去到目的地 各自上岸了 大火 有酒 有菜 天位母嬌 你還沒有喝幾杯呢 老頭 一面吃著女兒買給她的飯菜 一面看著她旁邊船的一位白山人 在唱這番說話 很明顯就是想邀請白山人過來 和她喝幾杯 白山人看著她唱得這麼開心 這個人整口驚話 歌手是北方人 是我同鄉 她叫我喝幾杯 我就去了 一邊想一邊走 來到船上 兩人每面互相望下 突然之間抱頭大哭起來 老頭說 天生一邊 怎麼想到在這裡重逢啊 人物依舊 山河照飛 白山人就說了 揚州之營 聽說大哥已經死了 怎麼想到在這裡相逢啊 從此我天涯淪落 只有一個自己都不再孤獨了 這位姑娘 我想就是另外吧 老頭就說了 每一見現代 驚喜搞雜 都不記得 叫小女 英勤來拜見 接著就說了 英勤過來 和你周叔叔見禮 那個女生 聽了她爸爸的說話 就過來拜見了 白山人還了禮 就說了 我看 賢十女滿面英知 大哥的絕藝 有傳人啊 我自己 武功都換好水 怎麼教她呢 我只是看她 將來的讀書人 平平安安 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不想她 學了我的普通水 武功 不夠人打 被人殺了 都刺啊 白山人說 難道 賢十女 一輩子做丫頭嗎 這些事 遲些再說啊 那個女生 聽了白山人這樣說 有一絲的喜悅 但都望向她爸爸的時候 不禁有一絲的憂鬱 白山人又問了 大哥這次入村 有什麼目的呢 老頭說 我姑娘 沒有 氣溫是這樣 我 還有什麼目的呢 我無非 是想去宇治 秘禍而已 好痛 啊 太好了 白山人說 國女四春已經三年了 之前我在無味後山 看見石棟 光看出來環境很美 洞都很適合人 剛剛我看到兩個小孩 他們就夾他們幫我 收拾一下石棟 還有我們的助手 大家也在那裡生活 這次我出門 我都特工分過這兩歲路 幫人收拾一下石棟 這次很開心見到大哥 如果大哥適合的話 不如跟我一起 這個石棟那裏煮一盆 避一下風頭 那裏沒什麼人 他都沒什麼野獸 其實女兒很害怕 如果適合的話 大哥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老頭聽到之後很開心 就問了 多好 但是不知道這裏 去高座山 有多遠呢 八三人說 八九人而已 如果大哥 是的話 就拿一些船家開船 來我家住兩天 然後我們再一起去 這樣啊 我今晚 都是在這條船那裏住一晚先 第二天 才去你家 那我想問 你家在哪 還有你現在 有沒有改名換姓啊 好 好 八三人說 我雖然改了名 但是沒有改姓 我去前村那裏 打聽教蒙館的周崇 他們都知道在哪裏 我明天有約 我都不來接你了 那你直接來我家 我在家等你 再一起去吧 然後他們兩個 分手各自上路 那女生 要白髮人走之後 就問了 這位珍叔父 是不是爹 曾經說跟爹 和爹同 人中齊女三嬰的周龍 周叔父啊 那就是他咯 那就是他咯 想當年 我李玲 你兩位叔父 楊大 周朗 在齊老 堅囊一帶 威名下下 你楊叔父 自從明朝網國以來 因為心存故國 被仇人合害 現在 只剩下我 和你周叔父兩個 唉 都不知道 頸振人頭 可不可得到 現在去我眉山 幸好有周叔父在這裏 我們早點炒 明天要上岸了 講到這裏 還是看到那兩個船家 喝醉紛紛 走過來 李玲 就跟船家說了 我記得這裏有一個親戚 我打算去住幾個月 明天就要上岸 你們一路辛苦了 船錢 我會給你們 另外想你們四兩人走前 你們都早點休息了 船家聽完 急忙清靜各自去休息了 結果 好 感谢观看